所以现在人 难在什么呢 不相信这法 对于外道邪说 反意信奉 所以经商长 转受语教 这外道 是教你忠语 教给你贪婪 教给你不要相信鬼神 什么因果都是假的 教你竞争 教你斗争 搞这个 这个他很容易相信 说如是颠倒之间 相续不绝 永逆生死 这个生死就是轮回 生死轮回 你没有方法超越 人为什么出不了轮回 根本原因就是吃 正是吃业 实在讲呢 我常常跟同学们说 吃下头有个疑 欲吃怀疑 对什么都怀疑 没有信心 这个麻烦可大了 生死无常 以吃为本 以吃为本 义是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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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疑 义吃不相信 孤云 无常 根本 中国 孤圣先贤 教我们 无能 无常 思维 巴特 落实在地质规 如果我们都能依照 地质规 去学习 都能把它变成 我们自己日常生活 待人介乎 灾难就大幅度的减轻了 再进一步 我们去学英国教育 落实感应品 灾难就很可能化解了 佛的教育 无比殊胜 我在日本 在日本 讲经 日本那边的法师告诉我 他说 四百年前 日本这些寺院道场 都有祖师大的 讲经教学 现在 我听这个话 我相信 为什么呢 我们这部无量寿经 日本这些祖师大的 对这部经的学习 比我们中国人 还要认真 他们无量寿经的筑记 大概有四五十种 而在中国呢 只有两种 对无量寿经的学习 中国不如日本 日本人争点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他们用的本子 绝大多数 用康生开的本子 我们中国人因为看到 有五种原意本 五种多看 太麻烦 中国人喜欢简单 就把这个放弃掉了 专门去学 阿弥陀经 所以学阿弥陀经的风气 中国人超过日本 学无量寿经 日本人 胜过中国人 李济 里头有一句话 人气常在妖心 妖魔鬼怪就出现在实现了 常是什么呢 仁义离止心 叫无常 仁义离止心 在佛法里头 就是杀到阴望求 无界 佛的根本界 中国道德的底线 根本的底线 就是无常 仁义离止心 人要是能够遵守 永远 不越这个轨道 人会活得很幸福 社会会很和谐 不至于有灾难 有意外 现在我们把无常丢掉了 修佛的人 无界丢掉了 实战丢掉了 身一心变苦 自己要救 你心里都不安 烦恼 忧虑 牵挂 它都是病 这都不应该有的 居住的环境 有这么多的灾病 所以我们明白了 一定要回头 跟着佛的教会 认真去修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